拉利露拿硅胶模具是有原因的 抛光内部 用刷子涂抹液体使模具不粘 裹紧胶带 拿双份硅胶 还有食物色素 搅拌并按比例添加颜色 像这样倒在模具里 等它变硬 宝宝出身了 它的身体软软的 还有胖胖的脸蛋 给宝宝包硬额毯 舒适又温暖 用揉纱线做温暖的毯子 继续做 女孩儿在笑 鲁安生了个女儿 她在发抖 医生快过来 别担心 我来看看 它有点冷 医生有办法 她拿来一条毛毯 现在宝宝暖和了 谢谢 妈妈唱着摇篮曲 宝宝很快就不冷 睡着了 做个美梦 阿米丽亚 修剪吸管 连接它们 蜜蜂底部 填充牛奶 并添加盖子 加刻度 这样就不会喝太多 嗯 阿米丽亚很喜欢热牛奶 谁饿了 喝吧 医生拿来新瓶子 建议不要给宝宝喝太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宝宝需要衣服 做小内衣 剪一块小花边 真可爱 在腰部夹小丝带 真可爱 戴帽子的内衣 很适合宝宝 杰西卡是个新妈妈 她一直在读教育孩子的书 宝宝睡着了 但有时她会醒 宝贝你醒了 我给你准备了新衣服 来试一下 帽子和内衣很适合 类似很漂亮 妈妈真有品味 杰西卡逗宝宝玩 然后读童话故事 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宝宝困了 妈妈把她放进婴儿床 罗比睡着了 杰西卡是很棒的妈妈 用丝带和球衣植物 做婴儿围兜 在末端加纽扣 现在很方便带围兜了 她总是准时给宝宝喂奶 她应该有健康的饮食 长身体需要维生素 罗比在吃东西 但搞得到处都是 小孩都是这样 哦 全洒在身上了 嗯 背上围兜 耶 但不管怎样 父母都爱他们 你想放下头发吗 拿着头戴 用这个做特别的东西 蝴蝶剪 缝制并翻转 哇哦 蝴蝶发甲来帮我们做手工艺了 加天线完成剪 趁她睡觉的时候给她换装 蝶剪柔软又舒服 头上有天线 背后还有蝴蝶翅膀 周围都是美丽的花 哇哦 咸女妈妈的照片拍摄很顺利 宝宝安静地睡在检里 很快你就会长成大男孩 就像蝴蝶的诞生 猪子撒在桌子上 穿在电线上做一个环 三个大猪子会响 逗宝宝玩 杰西卡带罗比去野餐 铺一条毯子 妈妈带了吃的和饮料 还可以让宝宝安静下来 用摇摇 这声音真好听 宝宝很快就不吵了 嘿我的宝宝呢 杰西卡和罗比很开心 不不要咖啡 剪圆形海绵 盖上圆点植物 放入床垫 还有侧面 做新衣服 还有戴蝴蝶结的头戴 它真漂亮 它开心地睡在杯子里 卢安是厨师 他要为女儿做蛋糕 但抱着孩子做饭不方便 哦 怎么办 拉丽露有办法 杯子婴儿床和厨房很搭 耶 宝宝睡觉时 妈妈可以做饭 肯定很好吃 放进烤箱 很快 好了 睡醒后需要吃饭 这个婴儿床太棒了 闪光封面可以装饰相册 将可爱图案的打印纸 哦 有好多 真有创意 每一页都有宝宝的照片 相册上有蝴蝶结 阿米莉亚的相册 将保留童年回忆 妈妈预约了最棒的摄影师 Hello 放松 别担心 我保证你们可以轻松地拍照 来吧 拍到了很棒的照片 宝宝很舒服 他睡在婴儿床里 妈妈怀里 妈妈将宝宝抛在空中拍照 照片都很自然 看 你们是很好的模特 谢谢 照片真的很棒 我们会送每位客户一本相册 哇 我可以把照片都放进去了 你真的很专业 在软支物上放模板 准备好了 只需要填充馅料 哇 灰色小球变成了熊 有可爱的脸和蓝丝带 宝宝宝宝们都喜欢这个玩具 宝宝们都喜欢这个玩具 架子上有熊还有宝宝的东西 和喜欢的玩具一起睡觉真是太棒了 晚安 希望你梦到拉丝路的童话世界 用简单包装做婴儿秤 剪掉多余的塑料 剪凹线 外面涂成白色 拿塑料容器 像这样切剪 内部涂成粉色 将白线粘在边缘 在底部涂热胶 加天屏 打印天屏的屏幕 剪下来 连接到底座上 用绊珠做按钮 用星星来饮食装饰 加毯子 小公主的天屏完成 该给宝宝称重了 把宝宝放在秤上 很完美 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吗 给我们点赞 订阅拉丝路频道 一起做手工艺吧